星期六大家放假 而且今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今天就是夏至了 我們來問一下 借良主播 借良早 燕迪早安 大家早安 好 借良跟我說 這個夏至白天特別長 晚上是特別短的 那麼如果說天氣也很好的話 那就更棒了 趕快請借良告訴大家今天的天氣 是的 燕迪 就像燕迪說的 今天太陽直射北回歸線 所以今天一天當中是北半球 白天最長 晚上最短的一天 剛碰到週休假期 是不是也有一種賺到的感覺呢 好 這個天氣逐漸進入夏至之後 其實溫度真的是變得滿高 不過現在溫度還不是最高的 因為現在還會下一些午後雷震雨 之後還會有小暑跟大暑 到時候一整天沒下什麼雨 而且溫度相當高 到時候感覺就會比現在 還要再更熱一些了 不過現在其實溫度也不低 我們來看一下清晨溫度 北部地區大概來到16度 中南部來到16到18度左右 東部地區來到16度 大概其他地區都算舒適 南部地區一早來到18度 感覺上比較偏熱一些 不過今天白天呢 各地區高溫都相當高 一致都來到33度左右 所以提醒你今天白天還是相當炎熱的 出門記得要補充水分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地面天氣圖 我們看到目前台灣的天氣系統 就是北方有一個滯流封面 不過位置比較偏北一些 大概對台灣沒有影響 東半部這邊還有個太平洋高壓系統 不過延伸過來的範圍不是很大 沒有包含住台灣 所以台灣還是受到這個西南風的影響 都容易會有這種午後的雷震雨 這這一天都是下這種午後比較大的雨勢 尤其是這個北部地區 平地地氣降雨距離都是特別高的 像昨天在新北市地區 大台北地區還有基隆北海岸 都有這種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相對來說大概南部地區 午後雷震的情況就比較 這個局限在山區的部分 平地地區大概比較不容易會下了 不過南部地區偶爾還是會有受到 南邊雲系飄上的影響 平地區偶爾會有些零星降雨 大概不侷限在中午過後了 提醒你要稍微留意了 今天還要特別留意的就是紫外線 我們看一下 整個北部地區都來到過量的等級 南部地區甚至來到危險級了 危險級已經是來到紫外線的最強了 所以今天出門一定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皮膚要擦防曬乳 也建議你最好戴一個太陽眼鏡 因為今天紫外線很強 眼球容易受紫外線的傷害 所以戴個眼鏡不是為了造型 是為了保護眼睛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各地區詳細的溫度預測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區 27到33度 降雨期率50到80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26到33度 降雨期率50到60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25到33度 降雨期率50到70 雲林嘉義台南地區 26到33度 降雨期率50 高雄屏東澎湖地區 27到33度 降雨期率50 宜蘭花蓮台東地區 26到33度 降雨期率20到60 外島地區25到30度 降雨期率10到20 接著我們看到旅遊天氣 好 接著趕快帶你看龍龍咪的部分 我們看到今天是24節氣 當中的夏至 屬蛇的朋友特別小心跟留意了 今天很適合像祭祀跟沐浴都相當合適 其他事情要特別留意跟小心 以上的資訊就提供給你做參考 我們將現場交還給彥迪